P-51战斗机,也叫野马战斗机,是美国陆军航空队在二战期间最有名的战斗机之一,也是二战中盟军最优秀的全能活塞动力战斗机之一,是盟军空权的象征。 这款战机击落了4950架敌机,占美国陆军航空军在欧洲上空击落总数的48.9%,并击毁了4131个地面目标。 不仅如此,针对德国当时先进的V1导弹,也被它击落了超过230枚,甚至还击落了德国当时跨时代里面的M1-262喷气式飞机。 可以说是在性能优异的同时,战绩也是十分卓越,由于P-51的衍生型号比较多,数据方面我们就参考生产数量最多的P-51D的数据。 野马长9.83米,驿展11.28米,高4.08米,记忆面积21.83平方米,空重3456千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708千米,航程2755千米,作战半径1020千米,爬升率每秒16.3米。 P-51战斗机布局没有特别之处,但采用的是先进的层流异形。 野马的机身设计简洁精悍,符合当时美国陆航的强度标准。 野马早期采用的是艾利森V1710发动机,但由于这系列发动机只具备一级一速机械增压器,所以当飞行高度超过12000英尺后,输出率就会快速下降,使其高空性能不佳。 但后来,野马换成了由英国老斯莱斯公司授权美国派卡特公司生产的梅林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就有两级两素的机械增压器,很好地改善了高空的功率输出,同时也造就了后来著名的P-51. P-51.B.C.D.等型号,而因为野马型号不少,所以在不同型号中也采用了不同的武器。 P-51D装备的则是6挺12.7毫米机枪,备弹18880发。 从性能上来说,野马战斗机性能均衡而优秀,是活塞式战斗机的巅峰作品之一。 在美国海陆两军所使用的单引擎战斗机中,它的航程最长,是欧洲与泰富洋地区的战略轰炸机护航最重要的机种。 而且它速度不慢,火力也较强,运动性能也比德军战机强,不过就是自身抗弹能力有点差,有一些脆,但很多东西都不是实权实美的。 综合来讲,要是让我穿越回二战,尽管日本的灵师和德国的190也不错,但我多半还会选择野马。 而如果一款武器的衍生型号比较多,就说明这款武器大概率服役了很长时间。 P-51自然也是如此,从1943年秋天,P-51就开始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上参战,但再好的武器也需要一个优秀的使用者。 性能如此强大的野马,在成为二战中的传奇同时,自然也有不少那些传奇飞行员,以及强大的敌手衬托。 1944年11月2号,352战斗机小组的16架P-51起飞,本次的任务是一次接应任务。 唐纳德·布莱恩上尉带领其中八架准备和B-17战机群接头,并准备一同飞往德国梅泽堡的纳粹炼油厂。 但双方接头之前,布莱恩发现,一架有50架德军战机组成的队伍在他们下面,敌众我寡并没有吓退他们,布莱恩带人躲在敌人后面, 他们先加速向前,再突然转向减速靠近敌机,而敌机此时竟然没有发现他们。 布莱恩单独干了一架敌机,他们的袭击奏效了,190机群直接被打散,两边混在一起。 随后布莱恩又飞到了一架190屁股后面,就在他扣动扳机准备再次开战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六点钟有一架敌机。 布莱恩立即做出了反应,他将操纵杆猛地向后一拉,做出了防御滚筒机动甩开了敌人,但也甩掉了队友们。 他看见了一个临时目标,一支八架190组成的小队,此时布莱恩的位置非常不错,他准备瞄准他们的后方。 揭露了飞在最后的一架190后,就立即闪走了,但好巧不巧,又一架190出现在布莱恩面前,盗嘴的肉自然是被他吃下。 随后他回到敌机群后方,但因为没有撩机,有一架190绕到了他的后面,这个敌人技术不错,布莱恩飞到左侧尝试旋转掉头,但那架战机紧紧地咬住了他。 其实无论在任何高度,野马都能超越一架普通的190,和当时的德国产量最高的190战斗机相比,野马几乎是性能碾压,不管是速度、机动性、火力范围还是飞行高度,他都比190战机更强。 但现在的布莱恩陷入了绝境,不仅德国人没有被摆脱,他屁股底下的野马也快要熄火了。 布莱恩想到一个铤而走险的花招,垂直悬空反转,他猛拉操纵杆让飞机急停,然后让飞机垂直向下。 此时,飞机会逆时针旋转,之后再向前推动操纵杆综合上面的效果。 这种方法不是每个飞行员都会尝试的,这需要飞行员高超的技术以及非常自信的心态。 布莱恩下降了610米之后,才重新回到了正常飞行速度,他成功摆脱了敌机。 不过,此时天空中依然到处是敌机,在下面他发现了一个友军在被敌机跟踪,给予拯救同伴,此时带着高度与速度的优势,布莱恩发起突袭,受限的190直接向下飞去。 布莱恩一直追着他到了一个云堤中,瞄准,射击。 布莱恩的野马完成了今天的帽子戏法,之后那架野马成了布莱恩的寥机,飞到3000多米时,他在下面的1000多米处再次发现了两架190战机。 此时布莱恩的6把伯朗宁机枪中只有2把还剩有子弹,但布莱恩并不准备放过这两架战机,两人直接跟在了他们的后面。 随后布莱恩意料之中的击中了后面那架敌机,他加足燃料跟上了领头的飞机。 距离几米远时,布莱恩再次扣动扳机,敌机被击落,随后他们回到空中,返回了基地。 这一天,野马战机消灭了38架战机,布莱恩自己干掉了5架,这是欧洲战场的一个缩影。 在二战期间,欧洲战场P-50战斗机出动13873架次,头弹5668吨,击落战机4950架,击毁地面敌机4131架,被誉为尖击机之王。 除了这些,P-51战斗机也在中国战区大放异彩。 1943年,首批早期型P-51B进驻中国昆明,并交于美国陆军航空队,驻华特遣队,也就是飞虎队。 随着美军在中国战场增加P-51机队,日本军方的制空权逐渐被压缩。 而在1945年,随着日军本土被轰炸频率增多,中国战场物资运输逐渐稳定后, 中美空军的P-51机群才开始有机会主动出击,主要是对驻湘北和武汉以及台湾的日军进行空袭。 而在不远的太平洋战场中,野马也要和日本的零式战机与子电战机等正面对战,得益于强大的性能以及优秀的飞行员。 就算是零式这种战斗性能优秀的战机,也在野马身上占不到什么便宜,而两者的强弱如今还有人争论。 不过,我个人认为如果抛开飞行员素质不谈,综合来讲野马应该是能吊打零式的。 总之到了后期,因为各种原因,日军也逐渐上市了制空权,而中国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将野马投入内战。 但是后面又有飞行员向解放军投诚,而在1948年,解放军又在锦州找到了几架待修的机体,后来又先后修理了36架。 这些可用的P-51大部分是P-51D,其余的是P-51K。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也有9架P-51参与大典。 而在后面的朝鲜战争中,P-51也入朝参战,不过只是作为了联合国军的对地攻击机,这时它的编号已经变成了F-51,也是螺旋桨战机最后的用途。 作为一款性能优异,服役时间长的战机,P-51的出世加速了第三帝国的覆灭,在我看来,它和苏联T-34坦克的地位相同。 如果没有野马,盟军当时是难以承受轰炸机的损失的,P-51D投入全程护航空战后,短时间内摧毁了德国空军的大规模战斗能力。 德国空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结果被打成了只剩零星空中游击能力的程度。 而没有P-51D,说不定战争局势会出现极大的变化,战争说不准还得拖个半年以上。 之前我也做过一起日本临战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 另外,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内容,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想多了解更多,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后续我也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心准备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